大家好 我是进给这的7Y 今天就来和大家总结一下刚才apple发布会的重点啊 为什么特别做一个总结影片 因为我知道当时有很多人有真实看发布会的同时 有更多的人选择先去睡一宝吧 明天起来再看总结啦 hashtag 你们就好咯 起来看我的总结就好了 首先发布会一开始我们就看到tim kook 先来一段吹水啦 这一段除了讲apple很厉害很牛逼在也没有什么重点的啦 所以可以直接跳过 之后马上就进到第一个产品了 想到第一个登场的居然是苹果表哦 首先苹果表的正面来玩了一下无边框全面屏啊 然后更大的屏幕就可以显示更多的内容 比如说你的女朋友一 女朋友二 还有女朋友三的头像啦 按一下还可以打电话给他们听 不过千万要注意不要按错哦 接下来就介绍这个可以教我怎样呼吸才比较好的呼吸表盘呢 想不到我呼吸了20多年还下一块苹果表来教我怎样呼吸 好了 长话不多说了 所以接下来不重要的东西都会直接被跳过了 所以接下来就轮到这个 for detection 帮你跌倒 哦不不 是看你跌倒这个功能啦 苹果表在看着你跌倒的时候就会问你要不要打给爸爸妈妈 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想给他们知道你公然跌倒那么余培的事情呢 就欠你快快按掉那个no button 不然然后苹果表就会无视你 然后直接打给你爸爸妈妈 到时你公然跌倒那么余培的事情还是会爆出来的哦 然后第二个好像很厉害的功能就是可以画你的新电图了 新电图就是TVB里面那种有人死掉就会说像B一声的那种图 不过苹果表应该画不出B的那一效果 后两年看不到啦 售价方面的 然后换过来差不多马币一千七百 你一天吃一包两块钱的那些人马的话 大概牺牲到两年多的那些人马的话 就可以买到这个新的苹果表了 接下来非要不多说 马上来介绍第一款iPhone呢 名字叫iPhoneX 屏幕和iPhoneX一样打 刘海和iPhoneX一样有后置镜头 一样是后面装一千两百万和前面七百万 这样子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电池好像比iPhoneX撑多半个小时 也就是说你出门的时候可以延迟半个小时才拿你的powerment出来 FaceID好像又有变到那么快一点点 还有一些很紧到让你有一点怀疑的AIapps啊 还有Betestia要在iPhoneX上面出新的Elder Scroll啊 还有什么看点 还有一个新的技术叫DSDS 技术就是双卡双代 第一步有双卡双代的iPhone应该算是看点了吧 总之最贵的售价换过来差不多要五千六万 已经要牺牲多少年的NASILMA 我都不想算了 啊 差点忘记了 还有一只比较大只的叫iPhoneXS Max 屏幕大到6.5寸 电池大到比iPhoneX大概一个中半 最贵售价换过来差不多六千块 可能以后都不要吃NASILMA 如果你没有那么多的NASILMA可以牺牲的话 还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比较便宜的iPhoneXR的屏幕6.1寸 但是材质比较差 后置一千两百万像素 但是只有一颗镜头 然后其他地方好像跟iPhoneXX也没有差很远 连FaceID都有买听 换算话那个最贵也差不多三千八马币 这样子你的钱包和你的NASILMA都会BALANCE一点啦 我们Malaysia什么时候才能买到 跟一晚一样没有降快啦 反正永远都是新加坡 别门找买的啦 而且9月21号就有的买了啦 注决比的朋友 你们要买的就自己留意一下啦 Apple的发布会总结 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我是ZingGazer的去外 就这样啦 晚安 为什么是晚安 因为则是早上了 我都还没有睡啊